第四十三集 周家大舅妈又从头上拿下一个金簪子, 剃给杜妻妹道。 给了小九儿,也要给七丫头,都是好姑娘。 杜妻妹见过小九儿的金簪子,有二两重呢,小声道。 大舅母,这,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哎呀,跟舅妈客气,还是看不上呢。 周家大舅母称道。 我给喜欢的姑娘们一个见面礼,赶紧拿着。 是啊,七丫头,拿着吧。 弟妹,你说说吧。 周氏劝解道,这大嫂估计是看上不亲妹了。 杨氏见周家大嫂如此盛情,只得点头了。 亲妹,拿下吧。 她还有一个桌瓶,一尺剑方,是她亲自绣的。 二哥找了上好的木头做的,只好几十两银子呢,给周家大嫂做回礼,非常合适。 可能是周家大舅妈的眼神太过热切,杜妻妹有点受不住,赶紧告退出来。 到了后院,跟妹妹一起清理西瓜籽。 七姐,这些活不让你做,你那双手刚养好,可不能再弄粗了。 杜妻妹拦着,不让杜妻妹下手干活。 杜妻妹不打算学习绣花,所以对于手的要求不是很高,家里的活都能做。 再说了,酿酒的过程中,她都要参与进去,干这些活,也是手到擒来。 杜妻妹当然不听,测开身子,开始帮忙,温婉笑道。 没事的,乡下姑娘,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 直到周氏跟周家大舅妈走了之后,杜妻妹才从后院出来。 杨氏看着女儿,几次想说,但都忍住没说。 八字都还没一撇呢,等到人家来提亲再说。 今天周家大嫂盯着七妹看,想必是看上七妹了。 只是周家那样英识的人家,杨氏担心自家配不上。 不过转念一想,家里有好几百两银子,而且明年准备弄酿酒作坊。 以后赚钱的机会多得是,若是顺利的话,他们发家致富,指日可待。 杨氏对家里该作坊的事情深信不疑,因为五郎这孩子真的非常用功,而且最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可见成效很大,成功只是早晚的事情。 他虽然不懂酿酒,但却知道五郎的认真和努力。 杜酒妹看着娘亲很高兴,非常好奇,连忙问道。 杨氏,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大伯母和周家大伯母来访,并不能让杨氏如此高兴。 杨氏知道不能说,所以只得摇摇头道。 哪有什么事情啊,你们别乱猜,好好吃饭,没事,不要出去溜达。 八字还没一撇呢,杨氏绝对不会乱说的,事关女儿的亲爱,她比谁都重视。 且说那周家大舅妈回去之后,很是高兴,晚上睡觉的时候,跟丈夫说道。 夫君,我今天去看了那杜妻妹,果真跟妹妹说得那么好,是个不错的姑娘。 周家大舅一愣,玄机沉着脸道。 你啊,可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整日想着早点抱孙子,可你也不想想,咱们儿子这么用功读书,就是希望将来考上功名。 若是儿子考上秀才,那找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再说了,如果一直考下去,找个关键小姐或者书香门第的姑娘,这样将来对儿子也能有点帮助。 周家大舅妈没想到丈夫会这么说,虽然心里知道丈夫说得对,但嘴上却不服。 妻丫头的确很好啊。 我没说人家姑娘不好,能让小妹称赞的姑娘当然不错,只是咱们儿子的婚事不能草率。 如果儿子无心读书或者不考功名,我们找这样的姑娘最好,最起码安守本分,相夫教子。 可儿子现在准备走仕途,所以一切都要从长计议,这婚事暂时不贴。 若是明年没中秀才,那就让儿子娶妻妻妹,若是考上了,这轻事就作罢。 再说了,人家姑娘还小,即使定轻了,也要等积极之后才能成轻,一时半会儿不会说轻的。 周家大舅最后决定,儿子的婚事不能草率了。 那好吧,随你,我也知道你是为儿子好。 周家大舅妈叹息道,总觉得这么好的姑娘,不定下来有点吃亏了。 她可是从杨氏和小姑的谈话里,得知这妻妻妹居然还识字,比她这个真眼瞎可好多了。 不过家里小事情都是她做主,但大事情,尤其是事关儿子的大事情,都是丈夫做主。 周氏可是知道的,即使家里小有资财,她和大嫂都不识字,其他的人家也是这样,难得妻丫头聪慧,跟着哥哥会识字。 杨家大舅,大舅妈住了两天,便留下周家明要告辞。 杨氏找了一块红布,抱着桌瓶,送给周家大舅妈。 原本以为送出去贵重的见面里打水漂的周家大舅妈非常高兴, 更加觉得杨氏这人做事地道,即使将来儿子不娶肚妻妹, 她也要帮着在几个闺蜜家里张罗,找个好婆家。 杨氏见周家大舅妈走之前,也没有什么表示,就觉得可能事情有变。 再想想周家明想考秀才,思来想去,逐渐也明白了几分。 好在没有明说,大家还可以成为朋友,至于儿女亲家,就看以后的各自造化了。 杜清晨每日在家里给卢秀才周家明辅导功课,卢秀才也经常跟周家明说一些考试的规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周家明这几日获益良多,学到了很多在学堂里学不到的东西,这次来这里算是来对了。 他知道父母对他的期望,周家明更想用功读书。 本来两人没有交集,可一次家宴让两人有了交集。 柳氏周氏说请杨氏一家过来吃饭,杨氏带着一盒刚扔好的点心一起带了过去。 杜清媚人勤快,去厨房帮着做饭炒菜,像个勤劳的小蜜蜂一般,穿梭于厨房和饭厅。 周家明今年还不到15岁,正是对异性有幻想的年纪。 看到漂亮勤快温柔的杜七妹,自然会多看两眼,尤其是喜欢杜七妹笑的时候,更加好看。 虽然杜九妹也很漂亮可爱,大还小,脸盘没展开,根本没法跟杜七妹比。 很少接触女孩子的周家明对杜七妹有了点意思,一整个晚上没少盯着杜七妹。 姐姐空的杜九妹目睹了一切,自然也看出了周家明眼里的爱慕之情。 虽然那个周家明看上去不错,但杜九妹觉得俩人不合适。 杜九妹绝对不承认,她对叫什么什么家明的男人非常反感。 杜九妹知道周家明之所以在大伯家常住,是希望大伯能够指导他考取光明。 而且这周家明很活络,脑子很灵活,将来即使不走上仕途, 混得也不会差。 然而姐姐杜七妹却非常老实,这样的姑娘跟这样聪明的男人在一起,只有吃亏的份。 大人们忙着聊天,没有看到,可杜八郎坐在周家明旁边,自然察觉了他的眼光。 晚上回到家里,杜八郎很是犹豫,不知道要不要说, 可又怕自己看错了,最后决定憋在心里,以后再说。 杜八郎心里藏着事情,上课的时候不用心,被夫子叫到后面站着听课。 杜八郎被罚站,几个朋友下课之后纷纷过来安慰。 杜八郎心里有事,但事关姐姐不能往外面说,只得随便找了一个借口糊弄过去。 下一节课,继续在后面站着,其实全部是在开小差。 李锐自从上次杜八郎的生辰宴回来之后,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她真真觉得杜七妹长得好,所以有了追求之意。 话说李锐,虽然家庭条件好些,但也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的儿子。 平时见到的不过是相貌普通的丫鬟,以及晒得很黑的农妇。 根本也没见过几个美人。 以前李锐跟杜八郎只是同窗,朋友,可现在李锐动了小心思之后,对杜八郎态度有了更多转变,甚至居然多了几分讨好,准备走小舅子路线。 李锐下课的时候,跟小四说了,中午回家多准备几个菜,她准备邀请几个同窗回家吃午饭。 其实,她是想请杜八郎吃饭,可若是只请杜八郎拉近和杜八郎的关系。 打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主意。 中午放学之后,李锐便带着几个好朋友回家。 李大地主,这不是白叫的,中午的伙食非常好。 而且李锐之前交代多做几个好菜。 期间,李锐好奇问道, 杜八郎,你是不是有心事? 杜八郎一愣,连忙摇头道, 没有,我没有心事。 说完便埋头吃饭,这种事情根本就不能说。 李锐问不出什么,准备休目的时候,上山打猎。 上山的路口,就在杜八郎家所在的山脚下。 到时趁机去杜八郎家里, 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杜八郎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自从那次,一家在大爷爷家里吃过饭之后, 周嘉明经常去爬山。 有时候遇到杜五郎,杜五郎会邀请周嘉明回家喝口水。 虽然没有见到杜七妹, 但至少在杨氏和杜五郎面前混个脸熟。 每次周嘉明过来,都被杜九妹关在屋里, 不让她见周嘉明, 担心姐姐若是看上周嘉明,以后会吃亏。 前面也说了,杜九妹不是讨厌周嘉明, 但就是觉得这人太精明。 姐姐这么醇厚的一个人, 根本就不是这样人的对手。 尤其是听说周嘉明很有可能考上秀才, 读书非常有天分, 那杜九妹就更不希望姐姐和周嘉明接触。 杜九妹看到周嘉明, 就想到前世的丈夫王嘉明, 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人。 杜九妹觉得, 现在的杜七妹还不如她前世聪明呢, 指不定会被吃得连渣都不剩。 时间过得很快, 到了休暮日, 李锐带着小丝和杜石头约好, 跟杜石头和杜石头的父亲一起上山打猎, 正好经过杜八郎家里, 正在门口收萝卜的杜八郎, 看见他们上山打猎, 非常想去。 去吧, 只是你要跟在大勇叔身边, 不要乱跑。 外面的萝卜不是很多, 杜八郎一个人可以坐得来, 便让杜八郎上山玩玩。 现在的山上, 正是野鸡野兔子肥美的时候, 杜八郎带上大黑大黄过去, 晚上就可以加餐了。 多谢你, 五哥。 杜八郎兴奋说道, 吹了口哨, 只见在不远处玩耍的大黄和大黑跑过来, 带着一起上山。 因为带着几个半大小子, 杜大勇不敢带他们去老林子, 只是在半山腰转悠, 不过运气很好, 只是一个中午便打到了几只鸡, 几只野兔子, 如此顺利多亏了大黄和大黑。 到了中午, 杜大勇便带他们下山。 李锐今天很高兴, 打猎真有意思, 跑得他一身汗, 衣服也有点脏了。 到了山脚下, 正好看见杜五郎 带着两个妹妹在清洗萝卜。 本来应该在家里的, 但萝卜上有很多泥, 为了不弄脏家里, 便把大盆抬出来, 在外面清洗。 李锐没想到, 惊喜来得如此快, 就这样见到杜七妹。 包郎, 你们家做的蛋糕很好吃, 今天能在你家吃顿饭吗? 李锐为了多看几眼杜七妹, 脸皮厚地在杜八郎家蹭饭。 身边的小丝李二狗, 听到少爷这么说, 差点无脸跑走, 其实他们可以回家里吃的, 毕竟李家村离这里也不远。 别人都要求来家里吃饭了, 杜八郎和李锐关系不错, 也不能赶他们走, 笑道, 那好, 我让我娘多做点饭菜。 杜大勇带着儿子回家了, 既然李锐不去他们家吃饭, 他也不会硬上前邀请。 杜八郎回家告诉母亲, 李锐来家里做客, 李锐这小子很机灵, 赶紧爬到大盆前, 帮着一起清洗萝卜。 杜七妹看了一眼李锐急吼吼的样子, 而且发现李锐偷偷看姐姐, 顿时不乐意了, 道, 姐, 没几个萝卜了, 家里有客人, 你回去帮着娘亲做饭吧。 杜七妹知道中午有客人来吃饭, 也不拒绝, 道, 好, 我这就去。 洗完手里的萝卜, 跟众人笑笑, 便起身回屋。 啊, 李锐想叫杜七妹留下, 但看到杜九妹杜五郎的眼神, 只得闭上嘴巴老实干活。 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锐, 还从来没做过粗活, 别说洗洗萝卜, 平时他最讨厌吃萝卜。 小主子都开始干活了, 李二狗也不能闲着, 赶紧过来一起帮着写。 既然有人帮忙, 杜九妹也不干了, 道, 我去帮姐姐做饭, 麻烦你们帮着哥哥洗萝卜了。 不管如何, 今天总算没有白来, 看到了比较有好感的姑娘。 正在洗萝卜的时候, 周嘉明也来了, 甚至坐下来和杜五郎聊聊, 都是亲戚朋友, 杜五郎还给李锐, 周嘉明做了介绍。 杜七妹正在做饭, 发现家里的小葱不够了, 赶紧出来拔了一把小葱, 时间太紧, 也没注意到有几道眼神飘落在她的身上。 李锐虽然读书不行, 但脑子很聪明, 周嘉明甚至比李锐更加聪明。 两个聪明的人, 很快发现了对方关注的对象, 貌似看到了对方的心思。 杜五郎不知怎么的, 就觉得气氛略带尴尬, 呵呵笑道, 你们起来吧, 就这几个萝卜, 我自己清洗就好。 五郎哥, 我帮你洗, 你休息会儿。 李锐笑嘻嘻说道, 看了一眼正在洗萝卜的周嘉明。 周嘉明呵呵笑道, 李锐还挺厉害的, 还以为李少爷实质不沾阳春水呢, 就剩这几个了, 五郎, 就让李锐洗吧, 我找你有点事情。 杜五郎一愣, 周嘉明是客人, 但李锐也是啊, 让人家帮着洗萝卜, 不妥当, 他不能这样做, 笑道, 嘉明, 你先等等, 就这几个萝卜了, 洗好之后, 我们再说, 若是不是私密的事情, 你也可以在这说。 周嘉明本来就想在李锐面前来个下马威, 让李锐知难而退, 可奈何人家杜五郎, 根本不这样想。 周嘉明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 但面上还是笑盈盈的, 李锐得意洋洋, 看了一眼周嘉明, 道, 周大哥, 你多洗一些, 我们也能快一些。 周嘉明善善笑笑, 只得继续洗萝卜。 杜五郎没有注意这些, 不一会儿就洗好了萝卜, 放在太阳底下亮晒, 说道, 李锐, 你去家里找八郎, 我和周大哥说说话。 听到这话, 李锐心里那个美啊, 来这里, 就是想进家去看看, 看两眼杜七妹, 这周嘉明黄鼠狼给几百年, 根本就没安好心, 刚才还想给他难堪, 真是不知所谓。 李锐这家伙说周嘉明是黄鼠狼, 其实他本质上也是只黄鼠狼, 来这里看美人, 图谋不轨。 哎, 自从李锐有了别样心思之后, 就对杜五郎非常客气, 每次见面, 五哥五哥地称呼杜五郎。 李锐进了院子, 去找杜八郎, 虽然心思不轨, 但李锐并没有失礼之处, 更没有去偷偷找杜七妹。 杜五郎见周围没人了, 小声问道, 周大哥, 你有什么事, 现在没有其他人了, 可以说了吗? 周嘉明其实没啥事, 刚才只不过是借口, 可现在杜五郎当真了, 不由笑笑说道, 啊, 五郎, 你酿的酒什么时候可以喝啊? 临时找不到好的借口,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杜五郎在研究酿酒, 便以词展开话题。 见别人问他酿酒的情况, 杜五郎心里高兴, 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 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要到明年夏天, 到时候可以喝了, 我定要给周大哥送去两坛。 杜五郎笑着说道, 两家也算得上亲戚, 送点酒就当是亲戚间的来往罢了, 毕竟之前, 周家大舅妈可是给了七妹和九妹 两个金簪子, 非常大方。 周家明点点头道, 那好, 到时我可要好好尝尝, 对了, 我舅舅在福州开酒楼, 若是好的话, 我可以把你的酒介绍给我舅舅, 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 不管周家明说的能不能成, 但杜五郎都十分感激他, 笑道, 那就多谢周大哥了, 放心吧, 我的酒非常香的, 保证你喝了忘不了。 周家明拍拍杜五郎的肩膀, 说道, 很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啊。 寒暄了一会儿, 周家明告辞, 回去还要温书呢。 李锐见杜五郎一个人进来, 更是高兴, 不想见周家明那个讨厌的人。 软磨硬泡, 李锐留下来在杜八郎家里吃饭, 因为有外男在, 杜七妹和杜九妹直接没上桌, 在厨房吃的。 李锐这小子只是偷偷看了几眼, 不过他已经很满足了, 现在他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情, 什么是爱, 但他心里对杜七妹有种懵懂的喜欢。 吃过饭, 休息一会儿, 下午和杜八郎一起温书, 一来二去, 李锐经常来找杜八郎。 杜八郎用工读书, 李锐担心被看扁了, 也用工读书, 进步很大。 李夫子这段时间一直夸奖李锐, 乐得李大地主笑得见牙不见眼, 因为这个原因, 还亲自请了李锐几个同窗过来吃饭, 以示感谢。 周家明因为经常去山脚下, 让周氏发现了异常, 临走之前, 周家大舅妈跟周氏交代了家里的想法。 周氏觉得大哥大嫂考虑得很有道理, 所以也不想让周家明和杜七妹接触太多。 周氏不是觉得杜七妹不好, 只是侄儿准备走仕途, 只要能考上个秀才, 大哥花钱也要给家明找个差事做的。 既然如此, 那家明的轻视就别考虑了, 未来的娘子要非常圆滑, 八面玲珑, 不是说七妹不好, 而是七妹这人心善手巧, 但却内向, 不适合交集。 周氏发现了周家明的异样, 便跟周家明隐晦说了几句, 让他在家里好好问书, 不要到处乱走。 周家明心虚, 不敢不应想。 从那之后, 周家明便很少来山脚下了, 聪明的杨氏, 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了。 原本周家大舅妈 给他两个女儿那么好的见面礼, 他心有余悸, 尤其是见过周家明之后。 杨氏虽然觉得周家明不错, 但也知道自家的闺女配不上周家明。 门不当户不对, 若是硬来, 到最后亲家不成, 反倒成仇家了。